好了,我們繼續說完這個810動數之後 另外還有一套我稱之為步手五行 或者是一種直觀五行 就是一看下去,我們覺得它是像什麼五行 例如,以前台灣有一個人物叫江炳昆 江字三點水,五行熟,水 炳是天干的炳火,五行熟火 昆,我們看到土字邊 而且這個昆本身對應的就是昆卦,昆卦五行熟 所以是很直接可以摸到這個名字 有水,有火,有土 因為性是改不到的,而它的名字是大火土 直接去想它的八字是需要火土的 這個東西就比較簡單 我相信這種操作也是一定的效果